阿鈞啊,你還沒睡啊? 我在等你啊 阿鈞啊,你去哪裡了? 怎麼這麼晚才回來? 沒有啊,我只是出去一下 你很少這麼晚回來,害我擔心死了 沒事就好,趕快睡吧 阿鈞啊,我剛在路上問一下阿亮 他跟你說什麼? 是阿亮我等著要給你的 他說如果你原諒他的話,你就把他收下來 如果不原諒,你就留錢當作是個紀念 阿鈞,你就原諒他吧 他已經知道錯了,他現在變得好憔悴 最起碼,他已經傳到苦果了嘛 可是,就這麼原諒他 不是太便宜他嗎?誰要他? 好了啦,明天啊,我們就一起去找他 再給他一次機會 第二天,阿鈞帶著阿鈞去找阿亮 阿亮見到阿鈞和阿鈞同時出現 心虛地當場嚇了一跳 阿鈞,阿鈞,阿鈞,你們 阿鈞,阿鈞,你們 說完還你,我不要了 阿鈞,你這是幹什麼? 阿鈞,別人鬧脾氣了好不好 怎麼了? 阿鈞,來 來 幫你戴上 阿鈞,你就原諒我吧 我知道我錯了 哼,看在阿鈞的面子上 我就饒了你們好 好,從現在開始啊,你們已經算和好了 今天以後呢,都不許再吵架 否則,我就再也不理你們了 好 終究是友情戰勝了愛情 在阿鈞的撮合之下 阿鈞和阿亮終於言歸於好了 但是阿鈞真的是讓步了嗎 在這場四角戀情中 他先是選擇背叛阿鈞 繼而獻身阿亮 為何他會如此心甘情願就此退出呢 如果他選擇放棄阿亮 又怎會有這場震驚全國的校園情殺案呢